有吧 有 有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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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來我先請問 我從頭O到尾他都在O嗎 沒有吧 不是你O他就會O咧 蛤 那請問 我們人的耳朵 只要是聲音就聽得到 不可能 你到醫院去找超音師 我每兩個月去找一次 我躺在那邊 醫生拿那個超音波都看不到 我就 先擠一個那個 那個 死水凝膠啦 他們的醫生叫Jerry 擠下去 因為他要靠那個船身 如果沒有水分 你就把那個超音波探頭 直接幫你注意到那邊 沒有用 請問 病人躺在那邊 醫生手拿那個 兩個人都有聽到聲音嗎 沒有聲音 超音波的死很安靜 絕對會 我覺得 又是拿電擊 這樣的 你的耳朵聽不到 醫生也聽不到 但是螢幕上會有你內臟的印象 它用光穿过去吗 No 它是声音 你说声音 拜托声音不是用听的吗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把声波转换成影像 而这个声波的频率 是人的耳朵听不到的 你听不到不代表没有声音 你知道吗 举个例子 今年初期那个贺穗片 有一部电影叫52赫兹 他讨演他是魏德胜 你知道这个电影问题叫52赫兹 它是在讲一个生态的故事 海里面有一种不是鱼 被我们叫成鱼的叫做金 你们知道金是哺乳类 金不是用腮呼吸 金是用肺呼吸 所以它有喷气换气 金在海底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妈妈在北极准备晚餐 儿子在吃到玩耍 妈妈把儿子叫回来吃碗饭 儿子吃饭 他怎么叫 拿下手机啊 哈喽 亲爱的 我要吃饭 鱼波 对鱼波 但是他们的鱼波不是人可以听到 他用低频 他不能用高频 高频是两个月 嗯 嗯 你在随便游泳 你叫金啊 嗯嗯嗯嗯 你听不到哦 但是你可以听到海贼的那个船 船里面 声音比较频率比较高一点 我们人可以听到了 好了 这都是你看 自然接动声音的地方很多 我们很多生态环境都是有这个知识在 好吗 好吗